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注意 片尾绘制放本影片的介绍总结中英文版 因影片长度限制 請顧客自行暂停或截图观看 感谢您的收看 哈啰各位收看甜意影片的朋友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两支湯底粉 那一支是我们的万用湯底粉之一 1.65 另外一支是我们的万用湯底粉之二 也是1.65 那它的准备材料呢其实也是蛮简单的 只要准备我们的玉板粉100克 还有水6500克 还有一根猪大骨就可以了 那它的做法呢就是我们先将我们的大骨呢 经由滚水汆烫之后呢 就可以捞起备用 再取一锅冷水6500克呢 然后将水滚之后呢将汆烫好的大骨呢 放入之后呢 然后继续煮沸15分钟之后 再加入我们100克的玉板粉 搅拌均匀之后呢 继续煮沸15分钟就可以完成咯 那我们可以将煮好的湯底粉 进行其他的应用 那我们这次所介绍的两支万用湯底粉呢 它的特色呢是在于它本身已经有 加入一些菜粉 还有一些香辛药粉 还有一些鲜味的成分进行调味 像是橄榄菜粉呢 还是芹菜粉呢 还是一些姜粉 还有一些洋葱粉 跟香蒜粉等等 那它加上呢 制程上会在 添加一根猪大骨进行熬骨的步骤 就可以享用到浓郁的汤头 那外用湯底粉之一呢 和汁热它最大的差异是在于 汁热的汤底呢 我们是设定是它叫为清汤类的感觉 那风味上呢 会带一点鲜甜的感觉 那之一的部分呢 因为成分中呢 有添加一些奶精啊 和一些油脂粉的部分 那所以它煮出来的汤底呢 它外观上就是 看起来会稍微偏 乳白色的那种白酒感 那口感上呢 也会较有油脂的厚实感 还有一些淡淡的奶味 这是两者之中最大的差异哦 那我们为用湯底粉呢 它其他的像优点特色呢 就是它也是可以节省熬煮湯底的时间 其实又省时又快速 那只需要准备大骨 还有玉拌粉 还有冷水 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再调味 它制作上呢 是简单又方便 然后就可以享用更浓郁的汤头哦 那不管是家庭小量制作呢 还是营业大量的制作呢 它其实都是非常适合的 那再来是 湯底的应用电话呢 我们其实可以很多样 那也可以加入自己喜欢的食材 去做搭配 去增加一些丰富的口感 那虽然我们有建议的比例啊 但就是客户如果在使用上呢 你可以依照个人的旗号去调整汤底的浓度哦 那以下呢有几点就是需要注意的事项哦 那像第一点呢 像猪大骨呢 我们是建议是可以先穿汤 或者再进行熬汤的动作 才不会那个血水太多 会造成汤底比较 会有比较腥味一点点这样 那如果你在喝汤的时候呢 如果会觉得汤会有杂质感的话呢 我们是可以在煮好的时候呢 将汤底进行过滤的动作 那或是将大骨呢 在入锅之前呢 用食品级的过滤袋包起来 那避免大骨的杂质呢 混到汤里面去 就是不过如果你们想要保留杂质感的话呢 就可以不用过滤了 那第三点呢 是我们可以将猪大骨更换成其他种类的大骨 但是我们本次的设定呢 我们是主要是以猪大骨为主 我们的忘用汤底呢 煮滚的时候呢 如果想要再加入其他食材的话 需要再次煮到沸腾 才可以进行食用哦 那有些人会问说 那煮好的外汤底粉 我们可以怎么保存呢 那像是已经有加入一些其他食材 一起下过去煮的情况下呢 如果我们在隔天使用的话 我们也是用保鲜膜封好 或是装在密封盒里面 那我们放到冷藏就可以了哦 不过我们会是 建议是隔天就是尽快使用完毕 因为如果有加入一些其他的新鲜食材啊 那我们为了确保食材的新鲜度 我们建议是不饮酒放 那如果在没有就是 添加任何的食材的情况下呢 只是单纯的把汤底煮起来之后呢 那如果是在隔天使用的话 我们也是用保鲜膜封好 或是就是装在密封盒里面 也是放到冷藏即可 建议的话是两到三分内 就是尽量的使用完毕 那或是有另外一个方法呢 就是我们也可以等它 等我们汤底煮好冷却之后呢 做成一包一包呢 或是用就是一块一块的 像是有些会用那个 制作冰块的那种容器 可以装成一块一块的 这样或是冰入冷冻去做保存 那我们也是建议可以尽快的使用完毕 那如果有人会问说 那如果有人会问说 便宜万用的汤底粉系列呢 他如果未开封或开封后 我们的保存上该如何保存呢 那如果是在未开封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是置于阴凉干燥处 然后避免阳光直射的地方 那如果你是已经有开封过了 那我们也会建议说 是尽早的使用完毕 如果没有使用完呢 就是将它密封好 放置冷藏保存就可以了 那因为甜衣的万用汤底粉系列 它所添加的天然原料比例比较高 那我们也没有添加一些抗结块剂 那如果储藏的环境呢 它温度太高 或者是太潮湿的话 我们预半粉就容易有结块的现象 那所以在储藏上 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哦 那在应用的部分呢 因为我们用汤底粉之一呢 它是比较属有白酒感的 所以应用上呢 我们可以建议说 是可以看像是煮皮蛋瘦肉粥 或者是用一些麻油明显汤 或者是像豚骨拉面 或者是偏向于浓郁的一些汤底等等 就是都很适合用这支哦 那我们的万用汤底粉之二呢 因为它比较偏清汤的感觉 我们也可以把它使用在像 煮蒸蛋啊 或者是一些羊春面啊 或者是混沌汤啊 或者是像冻蛮汤等等 比较偏清汤类 就是清汤类的汤底这样 这个都是蛮适合的 其他应用的部分呢 就是也可以 都可以将两支汤底呢 进行入菜的部分 或者是煮像火锅汤底 这些都可以加饮变化哦 那其实我们这两支 万用汤底粉呢 之一跟之二呢 它其实应用方面 其实都蛮广的 看客户自己去做 选择跟搭配咯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对万用汤底粉之一跟之二的介绍哦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 赶快就是上我们的官网 或加便宜的官方LINE 进行订购哦 谢谢大家啦 拜拜 呢 是 的 是 是